原标题 古代早期的太监不一定都是阉人,在东汉之后才完全使用阉人做宦官。在常人的心目中,太监都是被阉割后的人,不完整,更不能算是男性。他们没有胡须,嗓音间隙,举止行为皆偏女性化,可以说是无性别的中性人。 然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,虽然太监们失去了生育能力,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仍然有些太监还会娶老婆成家,比如被大家熟悉的就有唐朝的知名太监高丽氏,还有清末慈禧太后的宠臣大太监李莲英小德章。 那么问题来了,失去生育能力的太监,为何也会娶老婆呢?其目的何在? 这一问题,曾引起了不少历史学家、医学专家们的兴趣,并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分析。 下面小编就给大家来,揭开太监娶妻之谜。 第一,夫妻生活的吸引力导致,太监虽然已经被阉割,过不了正常的夫妻生活,但是,对于一个经济能力还不错,并且在某些朝代权势虚天的人来说,他们总是希望能够享受到家庭的乐趣,需要有个女人在身边服侍。 于是,在这种欲望的趋势下,太监们就产生了娶妻那妾的想法。 第二,需要有人料理家务。 太监和常人一样,也需要料理家务,也需要凤凤补补补,洗洗涮涮等等,而最直接省事的办法,就是娶一个老婆回家。 众所周知,历朝历代,公立的太监都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的, 其中,大致可以分为太监总管,御前太监,太监首领,殿内太监和一般底层太监。 太监总管是专门伺候皇帝,皇后,皇太后的,太监首领是专门伺候各公嫔妃的。 像这些有权有势的上层太监,他们一般都拥有自己的豪宅和私厨,日子过得非常优越。 所以对于这些少,有权势的太监而言,就需要取缉那且,来帮自己料理日常家务。 第三,皇家御赐。 太监们整天与皇帝、皇后、太后、匹非等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人相处, 所以,总会有几个出类拔萃的太监,讨得主子们的欢心,一旦他们受到恩主,保得心哪天主子们,就会赏赐一些金钱和美女。 而这些御赐的美女,自然不能当下人对待,所以,只能娶为妻妾。 第四,摆脱孤独的内心。 日本著名学者四位善雄,在他所著的《宦官物语》一书中提到, 太监与女性组成家庭,主要是为了摆脱孤独的心理, 她们在世间受人摆眼,遭人蔑视,所以要求得到妻子的温暖。 太监除了在身体上与常人不同外,一般她们的性格也会与常人有差异。 她们可能会无缘无故地哭泣,会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动怒, 她们看到比自己强的人会摇尾起帘,卑躬屈膝, 看到比自己弱的人又会趾高气扬,目空一切。 所以对,于太监们这种特殊的心理,很少有人愿意与他们交朋友, 于是,久而久之,就会导致太监们产生一种孤独和失落感。 在这种情况下,太监们就会萌生取悉那切的想法, 从而来摆脱孤独的心理。 综上所述,正是因为以上原因, 所以失去生育能力的太监,才会娶老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